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洪淑芬 新闻的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以及全球新闻看点 川普政府宣布撤回全网课留学生 遣返规定 在今年一场哈佛与MIT 联手状告美海关执法局的法院公听会 准备进行之时 海关执法局宣布将此规定撤销 联邦政府移民相关机构 并决定恢复制现状 调查显示 美国约每100人中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 目前美国累计确诊超过339万例 累计死亡超过13.6万例 这就意味着平均大约100个美国人中 就有1人确诊感染 专家呼吁应该及早做准备 应对第二波疫情爆发 WHO 在可预见的未来 生活不可能会有正常 如果公众不遵守规定戴口罩 新冠疫情将会变得更严重 这个病毒目前还是第一号的公共敌人 但是很多政府和人民的行为 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 传染病专家表示 迈阿密成为新冠疫情的中心 传染病专家表示 迈阿密现在是大流行的中心地带 5、6个月之前的武汉 就是现在的迈阿密 胎儿子宫染新冠病毒首例 男婴出生后脑部发炎 肌肉痙磷 法国医生报告一起新生 男婴在出生后几天内 出现了脑部发炎的案例 这是新冠病毒在出生前 穿过胎盘感染后带来的症状 所幸他出生后恢复情况转为良好 英国 明年起禁华为参与5G 禁天购新设备 2027年全部移住 英国首相强司宣布 计划禁用华为5G设备 以保护通讯系统 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 之后运营商还需要在2027年 全部撤换已经安装的华为设备 澳洲航空宣布 全面禁飞国际线直到2021年 除了取消国际航班之外 他还将进行裁员 预料高达20%的员工被迫离职 美国可能禁用微信 赞美华人下载其他APP 美国正在考虑禁止微信等中国社交软体 美国华人担心一旦禁用 很多个人 群体 社团间的联系将会中断 现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 已经下载LINE Telegram等APP已被不时之躯 中天中望 这里的报道 我们下期诺 我们下期诺